《老壯漫談》 歡迎各位回到我們的老壯漫談 上次是從B 應該跳到C啦 不過B也沒有講完 C其實也蠻多的 不過我們還是從 一個比較著名的點 因為我們上次從這個 來比C的話 大概也開車大概一個多鐘頭 可以往東南走 大概差不多 會到達另外一個非常著名的 東部的等於講德東 以前我們都常常提到 叫做東德 這個城市開頭就是D ABCD 這樣的話 慢慢的我們用跳島式的 會比較容易把這個城市 慢慢的把它走完 所以今天我們會從一個 比較大的一個區域 進入到所謂的小店 那這個區域是一條河 叫做Evo 伊北河 那如果在整個德國來講 那伊北河大概僅次於所謂的萊茵河 那伊北河蠻長的 它原初從捷克 然後經過我們今天要提到的這個城市 叫Dresden 德勒斯登 然後從漢堡進入到所謂的北海 所以這條河流 在整個德國來講 其實也是蠻重要的一條文化 或是包括它的航運 那不過因為它本身也有所謂的弱點 這個後面我們會給各位稍微提到 所以從水系裡邊可以看到 在以前的德東 那大概就是伊北河為主 那西邊我們講德國的西德 我們講德西 那大概就是所謂的萊茵河 那南部又要趴過另外一座山 不過就在這個伊北河的河谷區 那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項的所謂的世界遺產 這個稍微我們今天可能要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伊北河的古地裡邊 有包括這個城市叫做德勒斯登 非常重要的一個巴洛克文化的一個城市 因為它的建築蠻多的巴洛克 所以常常我們會提到德勒斯登 那這個區域如果按照聯合國來提到它的特色來講 即使它不是文化也不是自然 它叫做文化景觀 那文化景觀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區域是有自然 然後包括人在裡面的居住 所以從西北然後到東南 長度大概18公里的這一條河谷地 被列入到世界的文化景觀 就是世界遺產 應該這樣講 各位可能比較容易聽得懂 那在2004 那當然這裡邊就包括非常多的所謂的皇宮 甚至包括在早期19世紀的鐵橋 或是它的所謂的攬車 甚至還包括在18、19世紀中間還一直在使用 到現在還在使用的所謂的蒸汽的船 所以這個河谷地在整個德國的東南邊來講 算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文化或是文明的發展一個地方 所以最從西北角的皇宮 然後到了所謂的最東南角的皇宮 然後再加上所謂的這個藍色的驚奇 他們的翻譯裡面因為它就是藍色的鐵橋 不過這個橋蠻漂亮的 那後面我們要提到 當時候在2003的時候 已經有計畫了 因為有計畫 當時候的德勒斯登因為交通的問題 舊城跟新城 這個所謂的來往的人數太大了 那河上的這些橋不夠使用 所以他們有提議 是不是要蓋一座橋 跨過這個所謂一北河的古地 其實本身就是德勒斯登 那德勒斯登的所謂的市政府當然同意 因為這個是人民的需要 但是在聯合國的這個意見裡邊 從2006 因為它是2004進入到所謂的世界遺產 在2006的時候 這個所謂的聯合國有意見 他提出來 那在2007的時候 有經過公投 那還是通過 不過因為就是通過 所以在2009的時候 這個點 這個一北河古地的文化的景觀 然後就被怎麼樣 被聯合國除名 哇!這個很大的一個事件 那各位就可以從這張圖裡邊 可以看得到 當時候因為北方跟南方的 所謂的新舊城的需求 所以他們想在這個所謂的河古地 再蓋一座新的橋 但這個橋如果蓋完成以後 當然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會破壞它本身的所謂的地表 那地表裡邊有非常之多的所謂的一個所謂的保護的動物 其中有一個是他們的小蝙蝠 所以當時候當然在公投當中 在市政府的提議當中 有很多的解決辦法 後來還是通過 甚至經過公投 那聯合國當然心情就不爽 所以就在2009的時候 就把這個文化的景觀 德國文化的景觀 把它除名了 那當時候在列入到所謂的危險名單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國家 它有一個叫科索鳳 它的一個古蹟群也被列入所謂的危險名單 那德國其實早期還有一個 也是列入所謂的intangel危險名單 但後來有經過整理 這個名單被消除掉了 這個就是科隆的大教堂 那這個橋樑 後來就在2009的時候就動工了 因為聯合國雖然提告但是敗訴 所以市政府就怎麼樣 開工了 開工以後就在2013就所謂的完工通行 當然這個場面非常熱鬧 不過還是有人反對 所以當時候聯合國就在西班牙的 這個所謂的世界異常委員會會議裡面 塞菲亞那個地方就把德國的這個名字除名 那這個很訝異為什麼 因為德國是一個非常文明的國家 非常進步的國家不是沒有錢 那變成全世界第一個文化 那有沒有所謂的自然有 自然是在阿曼 有一個長角領養的保護區 被除名了 所以我們就可以從 在整個所謂的地球的保護裡邊 或是對文化的保護裡邊 聯合國還是有它的想法 那這個河谷地呢 那當然最重要的一個城市呢 叫做德勒斯登 那如果按照鎖布人 我們提過啦 因為這個區域呢 就靠在鎖布人的這個所謂的邊邊 因為靠在捷克嘛 所以如果你從易北河可以 往東南走可以到捷克 往西北走可以出北海 所以當時候呢 鎖布人稱呼呢 這個城市呢 就是說在河岸邊森林的人 那表示呢 這個城市怎麼樣 有非常之多的森林 沒有錯 在德國來講呢 這個城市呢 算是公園呢 最大的 蠻大的 它有一個叫做大公園 那人口不多 如果呢 按照它的人口數來講 周邊呢 算一算大概超過130個 134萬 不過呢 就在它的城區裡面 大概五六十萬而已 所以德勒斯登呢 也是算一個非常重要的工業 所以呢 在二次大戰呢 也被炸了 這個後面呢 我們跟各位呢 做個分享 所以德勒斯登呢 當時候呢 就是因為這座橋 完工了 但是呢 它被除名了 這個也難怪了 因為呢 就在所謂的文明 跟所謂的文化的一個 保護的一個掙扎之下呢 還是有一個拉扯了 那後來呢 真的被除名了 那 這個德勒斯登呢 就兵著 所謂的 伊北爾薩森 一個王朝裡面呢 非常重要的一個城市 那當然呢 要看的東西呢 也就蠻多了 那一般來講呢 我們是從 新城進入到舊城 或是呢 要住在舊城 不容易 因為呢 旅館也不多啦 那如果呢 能夠在舊的城區裡邊呢 待個一個晚上 或兩個晚上呢 何嘗 不是一個很幸福的一個決定啊 因為呢 在這個地方呢 德東呢 就是一個好處 它的音樂很多 它所謂的文明也很多 所以我們上次呢 從柏林啊 從Lipsy啦 到所謂的德勒斯登呢 它也有所謂的管拳樂團 而且呢 它這個Sample呢 這個所謂的歌劇院 非常出名 因為呢 早期呢 這個是以前的 我們講的 一種新的一個主義 但是呢 建完以後呢 這個 歌劇院呢 怎麼樣 毀掉了 火燒了 然後又重建 然後二次大戰呢 又被炸毀 所以呢 它經過了好幾次的重建以後呢 又加上呢 水患 水災啊 所以呢 這個城市裡面呢 因為有玉北河 所以呢 包括呢 它最重要的所謂的 歌劇院 甚至呢 它的所謂的藝術館 這個是最早期的 當時候的原土 那後來呢 被炸毀了 那 最重要呢 是當時候呢 所謂的韋伯 它的磨蛋的射手 就在這個地方首演 所以呢 各位呢 如果有時間 或是呢 有個興趣的話呢 當然這個音樂的地方 是非常好 那不過呢 在這個地方呢 也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謂的 它的所謂的藝術 什麼藝術呢 畫畫 它這個有所謂的 歷代大師的 所謂的美術館 它是美術館 因為有超過七百戶畫 這個所謂的油畫啦 板畫 都放在這個美術館裡面 因為它屬於 他們博物館群裡面 17個博物館裡面的一個藝廊 那這裡邊呢 當然最重要呢 有好幾戶各位呢 可以值得去看的 那當然呢 有包括 所謂的這個 後邊的 我們先看一下 在左邊呢 這個呢 就是聖母的七苦 那 右邊呢 這個就 拉菲爾的叫做聖西斯丁 以前呢 是放在 這個意大利西斯丁教堂裡邊的 所謂的一張油畫 所以呢 左右兩邊呢 都是聖母 所以呢 在這個美術館裡面呢 你可以看到呢 蠻多的聖母的話 尤其左邊呢 這個叫聖母的七苦啊 因為聖母呢 經過七次的苦 那其中呢 有四次以上呢 其實呢 都是在苦入的苦啊 那如果呢 出了這個 所謂的 美術館以後呢 你當然也可以去看看 他那個 王子的遊行的 大 那個叫做板畫 或是壁畫 由那個miser的瓷器呢 所結構成的 那因為呢 這個城市呢 在 得動的時候呢 尤其在二次大戰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軍火的一個地方 那以前呢 也是所謂的 照相機啦 或是其他的工業的一個中心 所以當時的二次大戰呢 被 英國 所謂的盟軍呢 怎麼樣 大轟炸 所以呢 這個城市呢 在他們的資料裡邊呢 有提到呢 大概超過百分之九十的房子 都有受損 百分之五十的是 直接呢 就毀掉了 那當然呢 在他們的城區裡邊呢 大概全部呢 擴掉了 都不見了 後來重建 那當然有一個 最重要的教堂 他們的聖武教堂呢 就在2005的時候呢 誒 重新又站起來了 所以呢 各位呢 就可以在德勒斯登裡邊 可以看到相當多的 這些呢 以前的所謂的古蹟 但是呢 都毀掉 但是呢 又重建了 所以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呢 德國呢 在整個所謂的 戰後的一個復興裡邊呢 做了非常大的一個 力量的一個恢復 所以各位呢 可以呢 在這麼大的一個區域裡邊呢 可以回想一下 又加上呢 我們有提到呢 衣北河呢 其實呢 他常常翻了 從2002、2003、2005、2006 甚至到2013 他們常常有所謂的大水啊 所以呢 這個呢 也是呢 在整個德勒斯登裡邊呢 比較麻煩的地方了 不過呢 看完了大水以後呢 那各位呢 還是可以輕鬆一下呢 在他的堤防邊 或是呢 在他的所謂的觀景台上面呢 走一走 那走完以後呢 休息了吧 那今天呢 給各位呢 就稍微修行一下 一個呢 是在德勒斯登裡 有蠻出名的甜點 包括呢 他們的cheesecake 還有呢 這個用看的 這個有時候用看的 這個是他們的所謂的 年輪的蛋糕 不過呢 在德勒斯登呢 他最有名的 還是呢 在每一年聖誕節之前 聖靈降臨的那個節慶呢 每個禮拜六年 他們有一個節慶 就是他們的所謂的 聖誕節的所謂的糕餅 他的這種蛋糕呢 蠻出名的 而且呢 會比賽 還有慶典 在金氏紀錄裡邊呢 這個蛋糕呢 最大呢 是4.2噸 所以呢 各位呢 在每一年的這個12月的時候 可以到他們專門在賣蛋糕的市場 去買買這個蛋糕 所以呢 每一年呢 都有節慶 他們有一個節慶 應該叫做蛋糕節 應該叫做聖誕的蛋糕節 那今年呢 就在12月8號 各位可以利用時間呢 去參觀 甚至呢品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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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